南魔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殷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生十一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之所以每次讲监都要念这个开监记 第一个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要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 第二个 我们要明白释迦牟尼佛到底教了我们些什么 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 这个很重要 佛陀要露灭的时候 不是露灭 佛陀露灭之后 阿难已经年纪很大了 他有一天走在路上 拖拖 听见一个比丘 在诵经 因为佛在的时候就有把佛说的法 用一个记者 然后再背诵 然后就是一个修行的口学 就成为记诵 听见一个比丘在诵经 若人寿百岁 不见谁老赫 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 意思就是说 假设有人活了一百岁 没有见过百入师 那不如活一天就能够见到 那么阿难听到了就跟他讲 比丘啊你送错了 不是这样子的 若人生百岁 不见缘起法 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 因为你只要见了缘起 你就决定解脱 那么你活了一百岁 你都不晓得真理是什么 都不晓得解脱是什么 那倒不如你只 你只佛一天 但是你可以见到解脱吧 那么这个才是道理 那么才知道说 我们要学的是什么 是真理 你佛法的核心是什么 你重点是什么 那你不知道 你就只是会送 若人生百岁 这个既传下来 是要告诉你 缘起法的重要 要告诉你真理就是缘起 就是无我 你借贤圣 借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无为法就是缘起法 你要努力去悟 要去照见无印皆空 要去了解缘起 这个是你所谓学习佛法 要趋向解脱的目的 结果你不知道 你天天就诵经 诵几遍几遍 你不晓得佛法的核心 在做什么 真理是什么 修行的方法是什么 你完全不知道 你只会跟着诵 那么对于这样的修行 或是这样的诵经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你就诵了一万遍 也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就好像你说 你送了很多 可是你不了解怎么修行 还是没有意义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愿解如来真实力 我们要真正理解佛法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那这个必须透过不断的学习 多闻熏喜 如理思维 那么我们才有办法知道 如果没有 那么你即使很用功 苦行外道够用功了吧 也不可能得解脱的 所以无上圣生为妙 百千万前难遭遇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天诵到佛法的 不是的 在这个世界有七十 将近七十五亿的人 不到五亿人闻到佛法 其他人不知道有佛法的 即使知道有佛法 他也不认为是要学习的 学习 又不一定学习到正确 没有正确理解 那么都是很冤枉的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好 那来看五十六页 讲到多闻正法 多闻正法的功能 多闻正法 略说有世略功德 第一 由于天文正法 能知道诸法 那什么是诸法 就一切法 我们基本上 基本上讲到这个法 那么有很多种 那一般常说的诸法 就一切法 诸就是一切法 一切法 那包括 他这里讲到所谓 善法 恶法 有漏法 无漏法 那这个 如果上俱者论 把一切法 就分成色法 心法 心手法 那心不相应形法 那这一类就变成有为法 那无为法 就变成有为法 跟无为法 有为法底下又分 色法 心法 心手法 跟心不相应形法 那也有分中 有漏法 无漏法 善法 恶法 那这一些 无忌法的 这个 那这样就是 有很多种分裂 就好像人可以 依职业来分 世能工商 依种族来分 依国家来分 依性别来分 依血型来分 依星座来分 依身孝来分 依身孝来分 就可以分成很多种 一样 那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 好 那这个是 听了才知道这一切 才知道这一切 知道应该修己 或应该舍弃 你才知道什么是善 一般来讲 你要先知道 四种证件 就是说 你学习 你学习 要先学习到 四种证件 就是第一个 要先知道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恶的 你要知道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恶的 你才能够 你才能够 修善去恶 诸恶莫咒 重善共识 这是修行佛法的最主要的 先要诸恶莫咒 然后再重善共识 重善共识之后 然后再资金起义 再进一步趋向解脱 那这个是 你要先知道什么是恶法 先不照做恶业 因为恶业一旦照做了 就会有障碍 恶业它会形成一种夜报 夜报它就有束缚你的能力 你说你吃 你要先知道什么是不能吃的 什么是有毒的 你不知道吃了有毒了 糟糕了 上班不能上班 上课不能上课 走路走不了 又要看医生 没有就会死掉 一样 所以要先分别这个 然后再来分别 什么是有营养的 多吃了 你可以多帮助你的 眼睛不好要多吃什么 心脏不好要多吃什么 心脏不好要多吃什么 心脏不好不能吃什么 眼睛不好不能吃什么 这个要先知道 然后再加强运动 那这个才对你有帮助 一样 休息也是这样 所以证件 第一个四肩证件 一定要先理解 四肩四种证件 这个是学习佛法 首先要知道的 知道有善有恶 那么一切法里面 其实就是 他有分善跟恶 那里面先知道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你分不清楚 你就麻烦了 你造恶以为是修善 修善以为是造恶 麻烦了 如果说 比如说像基督教来讲 那么 基督教 他的众生大概只有两个 就是人 人跟天 他 他 杀畜生他并没有追 可是在佛教里面 杀生是有罪的 以杀鸡杀牛 去拜神 去祭祀神 其他的宗教里面讲 这个是有功德的 可是从佛法来讲 这个是有罪的 杀生祭祀 没有功德 反而有罪过 那你不知道你以为有功德 你有钱啊 杀两头牛 有钱啊 没有钱 杀两头牛 杀一头牛 有钱啊 杀五百头牛 这糟糕了 要 要修多一点福报 结果造多一点叶 就好像以前 我们乡下也是这样 自己都有养鸡养鸭 今天省过生日 杀三只五只来祭神 一样嘛 杀这些来请人家嘛 有女朋友亲戚来啊 杀两只鸭 来 来 来请他们吃 你以为是好事啊 但是结果这个是不好的事 那这个女儿结婚啊 杀两只鸡 儿子结婚啊 儿子要嫁 儿子结婚啊 孙子满月啊 或儿子满月啊 杀两只鸡 你以为是好事 其实不是好事 地藏七里面讲的也居主了嘛 这个人要往生啊 结果你为他杀鸡 来杀鸡 杀鸭 然后来祭神 没有增加他的功德 反而增加他的罪恋 他本来还可以升天 被你这样拖累 有可能升不了天 就不连这样子啊 所以 因为你不知道嘛 你以为是好事嘛 你以为这样对他好嘛 其实不知道 所以分别善恶很重要 所以有很多人 很多人杀生祭祀 来什么呀 来齐神 他以为 他以为这样 神就会降功德给他嘛 替他消灾没难 齐神 你反而自己造恶业 神也帮不了你 神也帮不了他 这个业是你自己造的嘛 所以要先分别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只有善有恶 那么要知道 一切的善 跟一切的恶 都有业 只有业有报 好 这个是一定要 一定要清楚的 一切的善都有善业 恶有恶业 什么叫业 你只要造作了 它就会产生影响力 就会累积 就会潜能 就会潜藏 时间到了 就会发作 就是这样 时间到成熟就会受报 业还没成熟就不受报 但是你不断造作 不断造作就会成熟 如果你造的是重业 一次就会成熟 比如说沙腹沙米 沙阿罗安 这不用累积 这一次它就 一次它就会形成果报 就好像你抽烟 你可能抽了20年 才感觉到肺有点不好 喝酒 可能要喝10年 肝脏才出问题 可是你要喝农药 一次 一次你就 你就有问题 马上就感觉到 你不医 马上就挂掉了 你喝酒 可能要喝20年 才会挂掉 如果你一直喝的话 喝农药一次就好 所以业有分 有轻有重 那么重业它马上成熟 但是你受受造 受受造 它就会成熟 所以它一定有业 业成熟了 就一定会受报 这个你要知道 这个你不知道 你天天祈求 上天四年里福报 你没有照上业 你不会得福报 你天天祈求 上天素免你的罪业 你没有畅悔 没有弥补 你没有办法消瘁 你以为诵经给神经 给佛菩萨经 佛寺就帮你消瘁了 你以为诵经给佛菩萨经 佛菩萨经 佛菩萨经便宜公投 没有 因为这种事 没有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不知道夜报的原理 不知道善恶怎么分别 不知道夜报的原理是什么 所以说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 天天要念一个什么咒 就可以消什么罪 没有 没有这种事 可是你却觉得说 我现在生病了 然后我去参加药师经 药师傅就会援我的寿 叫做消灾严寿 药师法门 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你不懂夜报原理 夜一定是自作自受 你不可能我造了业 然后我拜药师傅 然后药师傅就帮我消瘁 那自作他说 那你自己造的业 那请药师傅帮你解除 不是这样子的 药师傅只是告诉你 怎么样解除这个业 你不可能说我自己吃坏东西 然后我跟医生讲 然后医生帮我消除这个病 没有 医生也挺多是给你药 你回去吃那个药 医生没有办法说来 我看你看头摸一摸你病就好了 以我医生的威德力不可能 你去那边赞看医生多厉害多高明 回去把医生的酱拿来前面拜 前面拿来放水果 你病也不会好 为什么 你要造药师啊 佛也是这样啊 药师傅也是这样 他告诉你 药师法门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治病 他不是说重点不是念药师座 不是念药师经 不是拜药师傅 不是啊 重点是那个十二大院 你要放那个十二大院去做 这个就是药方 可是你不知道 医生开给你一个药方 你把那个药供在前面 医生的向前面 然后天天念医生的名字 然后把那个药方从而到尾 念一遍 念一遍不够 早晚念一遍 就都做早晚科 然后你病就会好 不可能啊 可是我们都这样做啊 这是你用造的做的嘛 你用医药 医药来服 医病来服药 他告诉你要怎么做 你要造的做 你没有你把它 你把它跟你讲的话 从头到尾附送一遍 附送一遍 不多未得力 附送十遍 然后你的病就会好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啊 这是一个什么 不知道夜报的原因 你都知道有业有报 那前面要先知道有善有恶 不然你照善以为照恶 照恶以为照善 麻烦了 拼命的照做 然后有业有报 那所有的夜报 有通三四 不是现在做马上就会好 如果重病 可能要吃一个月才会好 那如果轻病 可能吃了马上你就感觉 有点好 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你如果皮肤割荡 那可能一天 他就愈合了 可能一个月巴喊就没有了 如果骨头折断 那不是一天 那不是一个月 那可能要半年 你才可以走路的 那一样啊 那要先看到 这个夜 它有过去 有未来 它是通三四的 那你说有夜报 为什么看见这个人 看见这个人 照恶月 可是他在享福 看那个人 受八观戒 这些菩萨戒 又慈悲 可是他会怎么受那么多苦 你又知道夜报通三四啊 你看这个人这么努力 为什么 他吃饭也吃不好 吃也吃不好 做一个人兼三份工作 结果 还不得温饱 那个人天天游手好闲 结果 吃得好 穿得好 为什么 人家饮钱 存钱全过了吗 你饮钱 借钱借太多 做你来都不够还钱啊 那你要知道这个里面 不然你会 不然你会 怀疑夜报啊 说善有善业 善有善报 都没有 为什么这个人照恶月 结果那么享福 为什么做苦的都是好人 你可以死心里面怀疑啊 不相信夜报 虽然知道夜报有悦 可是你不相信 你要知道什么 有过去有未来 夜报是通三四的 然后要知道 透过修行一定可以怎么样 一定可以离苦 透过修行一定可以解脱 所有的苦一定会获得宗旨 一定有这个 你说有些人不认为有啊 他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啊 或是 或是这个不是你决定的 这个是上帝决定的 上帝要让你升天堂就升天堂 上帝要下地狱就下地狱 这个不是你决定的 你听上帝的话 上帝就会 上帝就会让你上天堂 你不听上帝的话 你做得再好 你也下地狱 那不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一定有解脱这种事 你只要透过努力 你就可以得解脱 有凡夫有圣人 知道有凡夫有圣人 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夫 但是我们透过修行 透过一个正确的修行 我们一定可以解脱掉这些苦 这些苦是我们透过修行 我们自己解脱的 并不是因为我们拜佛念佛 佛帮我们解脱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拜佛念佛 那这样我就不用了啊 要 为什么 因为由恭敬心 佛法从恭敬中求 你恭敬佛 你对佛所说的话 你才能信奏 你意念佛 你才会意念法 主要是这个样子 所以知道有凡夫有圣人 知道有凡有圣 知有凡有圣 知有去有来 知有业有报 知有善有恶 这四种 你因为佛法 你因为文法 你才知道 你不文法 你根本就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 所以你 你没有去深入理解佛法 你不是很清楚 这整个业报理论 你不是 你不知道整个 我们到底要往哪方面走 你会觉得说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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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们只要在家里面 好好念佛就好了 所以有的句是说 你不用 你不用 你不用到处去听经啊 你不用学习那么多 在家里面好好念佛就好 释迦摩尼佛也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谁跟你讲的 有胡说八道 你根本就不知道 释迦摩尼佛哪里念阿弥陀佛成佛 释迦摩尼佛是见远起成佛的 赌明先悟道的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随便听随便信 他根本就不懂道理 所以我们要理解 一定要听法 你不听法 你不晓得 第一个 佛法最重要的就是灭苦之道 佛法就是灭苦之道 我们因为有苦 我们才来学佛 我们因为有苦 我们才来学佛 佛法是灭苦之道 灭除痛苦的原理跟方法 所以我讲讲道理就是道理跟道路 灭除痛苦的原理 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痛苦 什么方法可以解除掉这个痛苦 这个你知道了 你就可以 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生病 用什么方法可以去除掉这个病 如果我还没生病 我怎么样避免我得这个病 如果我已经得了病了 我要怎么样解医疗医治我这个病 如果没办法医治 我要怎么控制这个病 不让它恶化 这个道理你都要知道 佛法就讲这个 佛法就讲这个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一定要广学多文 这个能够帮助我们 好 我们底下来看 所以他这里讲 多文正法的功德 而且是正法 所以 那听了才知道这一切 应该知道 知道应该修极 或是应该舍弃 就是你应该积极什么 积极功德 你应该积极功德 所以 佛魏在概定里讲什么 讲七圣才 积极的就是功德 功德就是什么 圣才 七圣才是什么 信戒 禅惠 文舍惠 七圣才 就是功德法才 信 你要对 借 禅 惠 文 就是多文 舍 惠 不思 智慧 多文 智慧 文思修 好 又法是合法的意义 就是善 天的佛法就知道种种善法 可以的意义的是修学 所以 其实就是离苦的原理跟方法 你为什么这样做可以离苦 为什么天气热缺电风扇 就不会热 为什么这个没有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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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最有风出来 一般人也搞不清楚 对不对 我们一开始开始知道 但是你知道它的物理原理 你就可以设计风 你看你可以设计一下 它为什么可以设计上这样的风扇 以前我们讲不太可能 一定要转动 你现在不用 那它就是知道风产生的原理 所以它就能够制造 那一样 那太阳能也是这样买的 电灯也是这样买的 你知道那个原理 你就能够什么 你就能够制造 然后你又改善 你知道 你制造电灯就改善黑暗了 制造这个风扇 就改善什么 改善那个热 而且这种风扇又好清理 而且又怎么样 又锁不会被 锁不会被夹到 不小心又被弄到 不用 要锁的时候 还不用拆起来 一个一个词 它不过去就要改善了 可是你要知道原理 那机车为什么 以前 以前哪有机车 没有啊 还飞机 它那个就是什么 你知道那个原理 知道物理的原理 知道科学的原理 那现在要解脱 你要知道为什么不能解脱 为什么不能飞 因为有地心原理 所以你知道 你就要克服地心原理 为什么会轮回 因为有业 所以要怎么控制业 怎么不造恶业 如果里面有好跟不好 三三道跟三二道 那要先不到 先不剁三二道 那怎么样可以不剁三二道 为什么会剁三二道 那这个你都要明白 那你怎么明白 当然要文法 要知道的人跟你讲 谁就要知道 佛啊 之后呢佛弟子啊 就这样啊 所以我为什么要归一张宝 就在这里啊 就好像我们生病的人要去看医生 我们要盖房子 要找那个建筑师 一样的道理啊 你要做什么都必须要懂那个的人 你机车坏到了 你一定签到机车行啊 你不会签到7-11 为什么 他那你没有在修机车啊 很简单嘛 你生病一定去医院啊 你不会去百货公司啊 为什么 百货公司没有在看病啊 一样啊 你要买药一定去药局啊 你不会去掌握店啊 因为那你没有卖药啊 有时候我们把很多东西分清楚了之后 我们就很能够明白 现在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离苦 我们要得乐 甚至我们要解脱 我们先要让这一生 以前已经痛苦就痛苦了 至少要让从我开始学博以后 我的痛苦减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不但痛苦减少 我的快乐要增加 我的幸福感要增加 就是第一个我的痛苦要减少 所以这比饿嘛 要先诸恶莫作 你的痛苦就会减少 那诸恶莫作 你要知道什么是饿啊 就好像我以前常常 所以以前常常生病的人 就很注重什么东西不能吃 真的啊 那不太生病的人 他管他什么 他什么都能吃 为什么 他就没有因为吃生过重病啊 就很简单啊 那以前开车出过车祸的人 他开车就很小心 为什么 他出过车祸他很怕 一样啊 又没有出过车祸的人 他就不怕 他就不怕 一样 那我们是受获苦的 我们会想说 那我们不要再受这种苦 或是我们还没受苦 我们看到别人受苦 我们也会胆战心惊啊 我们希望能够不要受这种苦 那不管你以前有没有受苦 或是你现在正在受苦 或是你未来可能会受苦 我们都希望怎么样 不要受苦 那怎么要解决这个苦呢 一定要知道苦怎么来的嘛 这是第一个 知道苦怎么来 就能做好了吗 没有 要知道怎么解决 你知道你的病怎么来的 可是你没有要医癌 一样啊 一样啊 你没有办法医好啊 你找不到药 我说没有药医啊 你知道你这个 是因为什么行疼的 可是你没有医他的方法 所以除了要知道 他怎么行疼的 然后还要找到 怎么医治他的方法 这个是苦其灭道 所以佛法是灭苦之道 你要了解他 为什么会有这种苦 那么我们的苦 就是愿正会爱别离求不得 求不得就是 生活上有很多不如意的 十之八九不如意 你即使很努力的照顾你的家庭 像土耳其那些 非常努力照顾他家庭 做一个好爸爸 做一个好妈妈 全家很幸福 国家战乱了 你怎么幸福 护持护持指向 胸有地公 很幸福了吧 国家要战乱了 外面的人打进来 你要怎么幸福 你要是要逃难啊 逃难儿子死在海上 这个女儿 女儿死在这个登陆的这个沙滩上 那夫妻分离 这个痛苦还会少吗 战争 瘟疫 地震的时候 车祸的时候 非常多了 随时 我们随时都在受苦 未来随时都有可能 不知道会降你什么苦 然后更不用讲 老病死 这个一定会的 未来一定会的 你再怎么幸福快乐 你一定会老 会病 会死 就没有办法避免 这只能控制 你在怎么样厉害 医学技术再怎么样 你也只能老的比较慢 你不可能完全不老 也不可能完全不病 病的比较轻而已 你也不可能不死 那先不要管老病死 当然怨真会 爱别离求不得 就够你忙的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呢 我们当然不可能说 学了活之后 这些都不会 没有 有些痛苦是 这一生你没办法避免的 比如说老病死 有一些痛苦是 这一生你可以避免的 比如说怨真会 爱别离求不得 人家要离开你 你也不能避免 可是我心里不苦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避免 谁要离开你 谁来烦你 可是你可以不因为这样而苦 这个是我们要学 就是我们如果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内心没有痛苦 一样是这种人 可是以前我没有学佛的时候 我会很恨很恨他 恨到我自己都很痛苦 可是我又没办法解决 就是学了佛说不会这样 我知道他不好 可是我一直恨他 那我也没有比较好 所以我会从这里解套 要怎么样可以解套 佛法就告诉你道理 你的痛苦 不要把别人的痛苦 拿来惩罚自己 那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观察 怎么样修学 你的目标都放在哪里 你的人生目标都放在 那个痛苦的境界上 你怎么可以不痛苦呢 所以你要转 为什么他的爸爸那么爱他 他的妈妈那么爱他 他的兄弟姐妹那么爱他 爱了他十几年 他只因为忽然间 遇到一个男的 或一个女的不爱他 爱一年后来不爱他 他就要自杀 就要抛弃那么多的爱他的 他的境界都只在那一个人身上 没有了他全世界就没有了 可是以前还没遇见他的时候 他也很幸福 他的爸爸爱他 他的妈妈爱他 他把境界全部再投出那个人身上 那个人失去他就全部没有了 这很明显的是很迷迟的一件事 他不会想 现在一样 那么多人都赞叹你 只要有一个人说你坏话 你所有的心意都放在那一句话上 那一个人身上 那么多人喜欢你的 你都视而不见了 你都没有当做一个事 所以要转回来 所以观音普照会讲 你如果不转念 我如何救苦救难 因为你转念 你不转念 我也没有办法大使大悲 没办法 所以这种道理 我们都批批透过学习 我们如果没有透过学习 我们就会积怨 然后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 做一些让自己未来会痛苦的事 那这个很重要 这个都是透过佛法 那么我们来看 所以他这里讲 知道什么应该积极的 就累积了 就是功德 信介残规文社会 什么应该要舍弃 就是烦恼怨嫉妒 那么这些 那他说知道 是听了佛法 法就是善 听了佛法就知道种种善法 可以依着去休闲 就是休闲的方法 由于听闻证法 能遮止种恶 且便是听闻证法 能够知道什么该休 什么该休 就能够分别善恶 就知道这些 然后知道了之后 就你能够种 因为你能够分别善跟恶 你就能够诸恶莫作 重善风险 就好像你去学那个营养学 你知道这个是不能吃的 这个是可以吃的 这个多吃对你有什么好处 这个多吃对你有什么坏处 喝茶不能喝太冷 咖啡不能喝太冷 不能够 你的体质不能够晚上喝 喝了会睡不觉 有的人中午过后 晚上就不用睡了 有的人不会 像我如果晚上喝咖啡 还可以帮助睡眠 咖啡有些还可以帮助睡眠 就喝了比较好睡 每个人不太平常 但是你要了解你的状况 那有一些人晚上喝茶 他也一定要睡 有些人中午过后喝茶 就不能睡了 那有些人喝了反而比较好睡 像我就是属于这一种的 晚上喝茶和咖啡还比较好睡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 那这个作用是什么 对你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那这些恶劣有一些是普遍性的 有一些不是 有一些是有个人性的 那比如说农药谁喝都不行 这喝谁都要死啊 不能喝就不能喝啊 像以前那个大豆油 我们都会去看比较便宜的嘛 后来发生那个塑化剂的时候 我们就不看便宜的 看有没有塑化剂的 再便宜我也不买啊 为什么 吃肉的毒啊 那以前不知道啊 以前就这个便宜就买便宜的啊 一样是有嘛 炒菜的而已啊 是不是 后来开始知道说有塑化剂 就是宋女你也不要啊 可是他一样有大豆营养在里面啊 他一样有大豆的营养啊 他不是没有大豆呢 有耶 可是因为大豆加的塑化剂 有营养也有毒素 那我就不要了 一样啊 为什么 为什么你后来不要了 因为有毒嘛 所以我们把这个道理要分清楚 那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内心的遮止这些重恶就是说 一些不好的法 它会影响我们的身心 会让我们造恶业 会让我们受苦 那这一些我们要吉利的房子 就好像什么东西我不能吃 等于吃多的不好 你看大陆发生那个奶粉山区基山 多少父母趴得要死啊 都不敢在大陆买奶粉 都跑到香港啊到牛西大去国外买啊 他就一个宝贝儿子啊 吃了 后来有很多人吃了就生病了 那看怎么办 有的还可以再生病了就没关系 有人不能生了怎么办 所以 一样啊 那有毒啊 我们的行为里面有很多说话剂 有很多山区基山 你多做都多累积 累积都变成毒素 毒素到一个城市 研究都没有得救 一样啊 你看我们的行为里面 有餐这个山区基山的 餐那个 餐这个塑化剂的 餐这个毒素的 不多的是 餐真是不就是毒吗 你的行为里面有餐有真有吃的 他不够不够就是 在食品看似营养的东西里面加什么 加山区基山加塑化剂 你天天在吃嘛 你天天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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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天天跟你讲 那个大豆沙拉有塑化剂 你敢天天用那个油来炒菜吗 你不敢啊 寿命你都不要 如果你知道这个奶粉里面有山区基山 你敢给你的儿子女儿吃吗 你不敢啊 他有影响啊 可是我们天天 我们天天都在照 摊成吃热叶 好像天天在吃山区基山的奶粉 跟那个塑化剂的大套油一样 你怎么都不担心 你还要想这个问题 我们都不以为意啊 没有关系啊 所以世间人真正应该要在意的不在意 那这个比较麻烦 所以他这里讲 因为天文正法 能够遮止造恶 内心的恶念 或建立生育的恶邪 我就谈成吃嘛 那如天文的正法 知道什么是恶的 有什么恶果 就能够将恶心洗下来 遮止恶心的现行 那这个要时间 今天我知道起全正心是不对的 可是我也不能说起全正心不对 我马上我就不起全正心了 不太老了 你那么厉害 但是因为你知道了你会克制 市长你会克制 就好像说我知道杀生是不对 我知道杀生不对 可是我也没办法就完全不杀生 平常都不杀生 可是在很累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蚊子一直盯又赶不走的时候 那个时候 有时候 一起来就把他杀死 因为唯一决定的方法就是这样 我又起来抓不到他 我一次会是这样 我就很累了 要睡觉 最气的是 睡到一半正好睡的时候 很久才睡 睡了又要睡早的时候 蚊子 嗯 他顶你就顶你 他就不要出怪声 他又出怪声 嗯嗯嗯很久 你就 你也不会 他又不走 要不然你给你盯 给你盯 盯一包就好了 盯饱了你就走了 他又不要 盯完这一边 又盯这一边 盯完这一边又盯这一边 又吵 又咬 又睡不着 我就起来开灯 要抓到他 一定要把他抓出去 开灯的时候又不见 不开灯的时候又来 气死了 没办法 等他再盯的时候 一下子一定要把他打死 就打死吧 打死了 又感觉到 又感觉到 好像很满足 又觉得好像又不好 又好又不好 就这样 就感觉 就很奇怪的感觉 就是要打死他 不打死他 我就不用睡了 可是又不想打死他 就是那种感觉 可是至少你有学果 你才会这样 你没学果 哪有那种惨快心 哪有那种觉得 好像自己做不对事 你不会有这种心 你杀他只是杀得很快的 我跟你讲 后面还要再骂个体骑 我跟你说 真的 可是你学了佛 至少你造二月的时候 你有一点犹豫 你有一点不得已 造完了之后 都有一点点忏悔 那二月不会那么重 至少是这样 可是这样几次以后 你就慢慢想办法 你不是想办法 怎么杀死他 就想办法看 他到底是从哪里进来的 为什么 我杀穿这样他会进来 想一想 原来 我开门的时候 他跟着我进来 你就要怎么缓缓他 那以后再不行怎么办 要睡觉之前先用电污箱 把他熏出去 反正你就会想办法就是了 那你如果没有学习 你不以为这个是错的 第一个你杀杀得很高兴 第二个你不是杀一次 你会受受伤 你的业果就很容易承受 有学否没学否 就有这个差别 你也不是马上 这个人很讨厌 以前 你可能这样就很讨厌的人 一拳都打下去了 要不然就开始骂了 在他前面骂 他骂完了还在别人前面骂 还回家还自己一起骂 可是学乐否就不会这样 还是会骂 可是骂人就觉得 哎呀 我也不应该这样 骂人家骂到这么难听 也这样讲 就开始觉得 也骂得有一点不好意思 因为毕竟是不好的 口业嘛 就觉得自己会造口业 可是 看到这种人不讲出来 又憋得很难受 不讲又很难受 可是讲完了也有一点点难过 大概就这样啊 这个很明显的 都是学否的差别 可是你因为难过 就表示你的恶业不重 你造了恶业不难过 我告诉你 你的恶业很快就成熟 诸葛孔明 为了帮助刘备 云南亲情问卧 那个藤甲兵啊 他用火烧啊 那个多残忍 你造完了之后 他就感觉到 哎呀这张太残忍了 要折瘦啊 折瘦啊 所以他回去收药师房了 你没办法 可是他至少也唱了 他唱了哎呀 这张太残忍 猛火烧死了 那藤甲兵 带着是藤甲不怕不怕剑不怕刀啊 可是他这个是木头的藤甲做的嘛 就泼油就烧啊 就整个烧死掉 孔明啊 心里面难过 可是他为了打仗也没办法 不得已 不得已也是难过 想到凝固啊 那个郭家啊 替曹操打仗 水淹下焙层啊 死了几十万人 回来 哭不得厚 痒痒得意啊 你看一样是造罪哦 一样是 一样是为了打仗哦 三国演义里面 那个月曹操 水淹下焙层那个郭家 死了几十万人啊 田甲兵也很残忍 也不知道死多少人 火烧田甲兵 水淹下焙层 那郭家仰仰得意啊 你看 你看 这敌人一下子就被我消灭了 怎样就这样 没有残过 还仰仰得意 最重啊 孔明至少死了那么多人 他心里面怎么样 难过啊 觉得自己 哎呀 造业啊 我告诉你 这样的心 未来就不一样了 就算同样下地狱 这个很快就起来了 这个很久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了 就好像你一样犯罪 你进监狱有忏忍 假释 三个月后假释 三年后假释 这个没有 关到死 又没差 又在跟你们打架 一直关到死都在里面 你看啊 你看 所以有学佛没学佛 就这个差别 至少你知道 有善有恶有业有报 造了恶业 你也没办法说 我学了佛之后 我就不造恶业 也没有办法说 学了佛之后 我就不起烦恼 没太老 就算我现在我也做不到啊 老实讲 烦恼还是会起 但是 你知道起烦恼的时候 你会控制 不让烦恼太过分 太超过 不让他错过某一个领域 因为 会造成危险 这个是你承受不起的 你也不想承受这种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学佛的好处就在这里 你会怎么样 你会把这个恶心洗下来 想办法洗着这个恶心 就像我们事业里面有一棵树 长了很多会鼓形 那鼓形 那鼓形一棵 尤其是那个玉兰花 我们里面有一个玉兰花 玉兰花花是在鼓形 鼓形是在来 高级不是要高级的 而且摆小摆摆 摆得那么爽 它会弃取整棵 然后我们旁边就评科大 评工科技大学 那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动物植物的专家 你前一个来帮我们看一下 他说你这种 病虫还好 你要把树锯掉 然后那个要喷掉 第一个喷掉 然后那个有虫的地方要锯掉 然后要烧掉 整个烧掉 然后要喷掉 这个树才能保 那个虫有几十万只 那个比那个郭家水淹下 可以整死的还多 我哪里敢 对不对 为了一棵树死那么多众生 那个不是一只两只 不是一千只两千只 那几万只 我如果没有学佛 当然这个树 这都树那么多年了 二三十年了 要保护它 可是学了佛 我不要为了一棵树死 那几十万的众生 我才不要呢 这个罪是我的 我才不要呢 是不是 那不要怎么办 让他死喔 不会想办法 我就给他喷什么呢 喷长老有 那不会死 他就赶掉 先试试看看有没有效 冲水 冲水 他冲到父下 他做的不安慰他就搬家了 后来真的有效 如果没有学佛 你管你 喷掉喷就好了 对不对 问题解决就好了 所以你学的佛就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那你不要小看这个 一天累积一点 一天累积一点 累积起来很吓人 累积的二月起来很吓人 为什么有这个那么苦 二月累积到一个城 这叫二冠满年 二月 生月 口月 一月 累积累积到满出来 那还不受报 一定都受报了 受报的时候 在那边呼天喊地 没有用 叫天天不应 叫定地不灵 就是这样 你拜菩萨 拜玛举拜光公 拜土地公 有用吗 你有用啊 你的夜要受报了 光公都要因为他自己的恶业受报了 他哪有可能让你不受报 一样 就算玉皇大帝 如果造了恶业 一定要受报 只是他不会造恶业 天人不太会造恶业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懂得怎么样 不造恶业 那你要先分别什么是恶业 什么是善业 就在这里 所以你知道了 你就能够将 你会知道什么是恶的 有什么恶果 你为什么不敢吃三星星安的男人 为什么不要用有作化性的沙拉盐 为什么不要 你知道这样吃的不好 就算没有马上感觉这样 累积久了身体会生病 身体生病 省下来的钱都不够吃药的钱 对不对 便宜是便宜 省下来都不够吃药的钱 所以你不要 所以你会将恶心洗下 老是这样起烦恼 自己的痛苦 带给别人的痛苦 你看你一个人起烦恼 你先生看到你起烦恼 还敢跟你开玩笑吗 你儿子女儿看到你起烦恼 有什么话还敢跟妈妈讲 不敢嘛 一样的道理 一个人就影响全家 那全家的气氛不好 慢慢你就不断地恶因恶元 就产生很多不好的状况 你还会有幸福吗 不会吧 就从这个烦恼来的 所以你知道了 知道了能够遮止重恶 这个是最重要的 诸恶末座就从这里开始 佛 诸恶末座重上奉品自信其义 所有的佛 所有的佛 就这三句话 所有的佛所教的法文 主要是三句话 诸恶末座重上奉品自信其义 诸恶佛教 诸佛所教 那么再扩大就更多了 但是重点是这三句 诸恶末座我们就不受痛苦 所以你能够知道 做什么事 有什么恶果 有什么恶业 所以你就能够提前 不让这是恶业陷阱 如果计时有 你也可以控制它 控制它 调伏它 解决它 借鉴会不会就是这样 借鉴会是什么 防复控制烦恼 定调伏烦恼 会断除烦恼 因为控制烦恼 所以你可以控制这个苦 因为调伏烦恼 所以你可以让苦减少 因为断除烦恼 所以你可以不受苦 其实不过就是这样 第三个 由于天文正法 能自断种种无益的事 所以我们常常讲 因为我们不懂道理 我们做很多无益的事 这些 这些并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利益 可是我们会觉得 好像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会得到什么样功能 没有 就像有时候说 你拿个 私教育很多人拿那个 拿那个 拿那个 天天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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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笑对象吗 没有 他是给你 一面咬的时候要一面念 一面念的时候 要一面知道 我妈你妈咬 就是莲花中的民族 就是要神口欲亲近 要神口欲亲近 他是射受你的心 可是你不知道 你天天对他 然后甚至做了一个很大的在那边咬 叫做转金轮 转法轮 然后转夜轮 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在转什么意思 那你为了让他转快一点 用电动轨 插电 那转转转 我看很多人就前面把一个电动轨 在那边转 有功德吗 这样就有功德吗 你上面给他磕金钢 你给他磕金钢 你给他磕金钢 就让他转 就要转天轮 这样转 你的命运就能转吗 不可能 可是很多人都要做这种事 类似像这种事 要苦行外道一直修苦行 把头埋在沙子里面 然后几天不吃饭 手一直举右手 住在树上 要拜火 天天供养这个火 火供 烟供 然后就认为能够得到功德 这些都是无意义的事 你不知道 你一直在做无意义的事 天天祈求 天天祈祷 希望好事能降临 二事都演你 善恶不是祈祷来的 苦乐不是祈祷来的 火供就讲过 印度人很多这样 你站在河河旁边祈祷 让我快乐 让我快乐 你不会快乐 你站在河河北边祈祷 解决我的痛苦 解决我的痛苦 你不会解决痛苦 他就讲 你把一个木头丢在河里面 你天天祈祷它 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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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办法沉下去 你把一个石头丢在河河里面 然后祈祷浮起来 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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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会浮起来 为什么 那叶利斯的 它比重比水重 不是体积 是比它的重力 它比水重 它就会沉下去 一小块也沉下去 如果木头很大只 但是它比重比水轻 它就会浮起来 即使一根木头有一千公斤 它也会浮起来 即使一块木头 只有一坑坑 它也会沉下去 那重也一定要沉下去 为什么 比重的原因 你的业力 恶业比较重 你即使天天祈祷要升天 也升不了天 你的上业重 有人诅咒你要下三二道 你也不会下三二道 不会就是不会 你即使都没有去拜神 念神 你也不会坐三二道 你还是会升天 即使你什么都不信 但是你做善事 做善人 说好话 你还是会升天 即使你什么神都拜了 佛教的 回教的 基督教的 天主教的 道教的 什么神都拜了 你赵二月 一样要下三二道 即使那么多神 你都拜 一样要下三二道 一样啊 所以它重点不是你拜什么神 念什么经 重点是你做什么事 送那个经是要让你明白道理 念那个做事要让你升起虔诚恭敬 专注的心 因为专注的心有力量 你不知道你以为 把经诵完了 把咒念完了 把佛念完了 然后出一十五五 拿些瓜水果供养佛 那你就会有福报 没有 不是这样子的 你的苦乐不是上帝决定的 不是天人决定的 不是佛菩萨决定的 是你自己决定的 念佛 拜佛 诵经 不过就是让你知道 你要怎么做比较好 因为它有正确的方法 它是过来人 欲知上山路 虚问过来人 它告诉你这个是正确的 这样做你就会有这样的 就好像一个营养学家 他明白知道每一件东西的营养是什么 吃多了会有什么破坏 对什么器官有帮助 对什么器官有伤害 他完全明白 他可以给你调配一份 依照你的体质 而能吃的营养 一样 佛陀知道众生有各式各样的 那么要怎么样休闲 他有一个最正确的方法 你依照这种修行方法 你一定可以离苦得乐 你并不是靠祈求 休闲不是靠祈求佛菩萨 念佛菩萨的经 念佛菩萨的重 念佛菩萨的明 我们大概就这样 佛菩萨的经 佛菩萨的重 佛菩萨的明 然后共养佛菩萨 然后我们就希望得到他的加持 没有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很多都在做一些无意的事 这些无意的事做多了 有些不但没有帮助 还有伤害 有一些他就是无意而已 他也没有帮助 他也没有什么伤害 就是浪费时间 浪费体育 浪费金钱 就是这样的 就好像你吃那个 吃那个人家外面卖的药 他就是一些预养品而已 没有什么 号称可以致癌 可以怎么样 都没有那种功效 骗你的 可是你很高兴啊 是不是很高兴啊 但是他一毛不百孩的 但是有一些不行 有一些不但不能治病 还会导致疾病 那这个就更糟糕了 所以有一些外道虽然有求解脱的心 那苦行外道解脱的心很强啊 处理心很强啊 却误入歧土修种种苦行 不吃 不握行 不穿义武 那么以为修这些苦行就可以得到 他们自己修苦行也以苦行来教导学众 这个有些是你苦行基本上是有帮助修行 但是不是苦行就是修行 不是 苦行还要看怎么样的苦行 苦行有分两种 有意义的跟没意义的 有意义的可以助到 但不就是到 没有意义的 不但不助到 还障到 障碍你修到 释迦牟尼玉也学过苦行 提伯达多后来破后而生 就是提倡苦行 这叫提倡苦行 那么这一些 这一些 以为修苦行就是修行 中国以前常常有一句话 以前我刚修佳学众的时候 就认为出家就是吃苦材 太苦行就是出家 其实不是 不是 有人常常会讲 吃苦就疗苦 吃多一点苦就疗过一点苦 吃苦会疗苦吗 吃苦能不能疗苦是不一定的 没有 因为 你并不是因为吃苦疗苦的 你是用智慧来 不照苦因而断苦 断苦的 你不是说 我就多吃一点苦 我以后就不苦 没有 有些是无意义的苦行 你白白吃苦 至少苦吃 至少苦吃不能理苦 你要知道苦因是什么 断除这个苦因你才能理苦 你不是吃苦就是理苦 常常有人讲吃苦疗苦 所以吃一些苦 没关系 又有意义 没意义的苦行 白白受苦 真的 堂受辛苦 重金多结 重金多结休闲 依然 依然 依然还在沦回 就是这样 但是有些人不知道 热在其中 吃苦他也热在其中 可是 他以为吃苦就了苦 因为我有业 所以我现在受苦 我就消业 所以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你用梅 是你心里心里很开心 天我适合就 被人骂就消业障 那我们贪天君被人骂就好了 我们业障不是种快就消了 不是啊 不是这样讲 不是被人虐待那就消业障 被人骂就消业障 不是这样讲 而是 你被骂的时候 你心里面还有慈悲心 这是真功德 就是你不跟他计较 你有勇敢 你有福报 你站在菩萨道法律长 起慈悲心 又不起真正心相应 他也没办法 因为骂你消业障 如果被骂就消业障 那你等于应该 对你妈妈搞好 大家跟妹妹交给他们消业障 不可能 对不对 你骂你儿子 因为你儿子也有业障 你妈妈也有业障 你天天骂他 不是便宜帮他消业障 那不是很好 你不是要消业障 那你赶快 你赶快回去骂你爸爸妈妈 让他消业障 就好了 不是这样讲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会以为吃苦就了苦 被折磨被虐待就消业障 不是这样 这个有点像苦行外道的说法 你要了苦 就是要绝这个苦 你会先知道 我说苦是怎么来的 要有烦恼 你要不起烦恼 你要不起烦恼 我们被骂的时候很少不起烦恼 我们只是我有点爱你 你帮我消业障很好 可是讲事情要讲 骂三思你就不是消业障 我换我来消你的业障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真正解决痛苦的方法 就是我们会误会 很多人都是这样误会 以为多吃一点苦 不是 他所谓吃苦 他是有意义的苦是什么 借 叫做少益之主 因为我们的痛苦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无欲 对无欲的染灼造成我们的痛苦 你要在这个方面上下手 就必须要少益之主 因为这样 有意义的苦行是借 有意义的苦行是借 他正在少益之主 不染灼世间的无欲 这进一步让身心抖手 这个是头头行 更进一步的 那个是有意义的帮助幸运自己的身心 刻骨的休闲 而不是无意义的苦行 这个你要会分辨 你不分辨 你都不晓得什么是有意义 什么是没意义的 你净做一些没意义的事 还以为在休闲 没有用 那么这个是能够像不吃不饿 像释迦摩尼佛修怨的苦行 一麻一麻 过苦了吧 后来为什么放弃 不是解脱 不能解脱 这个很重要 这个叫做无意 无意无利 没有意义 没有利益 无意无利 就是好有意义 至少苦吃的 愚痴痴 但是听闻佛修的政法 自然就远离这些苦行 正确的修行 正道的修行 不若外道苛求 就是不会变成外道 没有意义的人 好我们先下课